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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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各司其职 有的准理环境 有的陪老爷爷聊天 不过啊 王真丽的任务最特别 他是益剪团的小助手 由于啊 泰国天气啊 闷热 帮老爷爷眉头发 成了固定任务 而理法师就是啊 老师和学生 因为每个月 每个月都有在剪 所以说就就越来越剪得越好 这个部分就是等于老师当志工 对 老师当中还有我们厨师 那厨师他本身以前是有学过易剪 对 有学过理法这一方面 对 所以说他的技术比较好 对 我们几乎都是剪下面这一半段 最后修的部分都让他来修 那久了 久了 老师也会修了 王真丽 今年就读国二 从来啊 没有拿过剪刀 在老师啊 每个月的特训下 现在的他啊 已经有模有样了 我们丢了两个 这位老爷爷是李老旺 一剪这一天啊 总是一早就来 因为啊 平日很少厨房门的老朋友 今天咯 去吧 全部都会来报到 大家续续就聊聊天 享受难得的早晨 因为啊 下一回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 这两年 安阳院里上锁的房门 越来越多 上锁的 表示啊 原本住在里头的人 往生了 人 一年一年的少了 原本啊 将近两百个住户 现在啊 只剩下十七位 啊 只剩下任府 不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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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舒服 不要忘 他说什么 他说今年舒服 也忘了 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是不是 已经记得了 脑子不装了 哦 脑子你记不清楚了 对 所以听得懂我们说话吗 你可听懂 你都没 听不住啊 这样狗有话你听不住啊 狗有话你听不住啊 你听不住啊 耳朵听不清楚了 对对 我听不住啊 喜欢住在这里吗 耳朵众听的孔京生 今年84岁了 没有李老旺的翻译 几乎啊 没有办法和人讲上几句话 虽然啊 李老旺也76岁了 不过啊 身体还算硬啦 北北你说煮那水是要做什么的 车手 那个水啊 烤烤 嗯 我们一起洗澡 洗澡啊 我们 你吃这一锅啊 一锅 养鸡 剪裁 烧水 闲时啊晒晒太阳 这是啊 李老旺每天的生活 他没有家人 没有地方可以去 也没有泰国公民的身份证 一辈子啊 都离不开这里 这枕头是泥袋啊 泥袋 我睡这边吧 哦 我睡这边啊 哦 班进来就住这间啊 对 啊 坐在好睡 一个人好睡 里面都放些什么 这 哎 还不错 哎哟 哎哟 泰国政府基于人道立场 收容他们 但是啊 却不能外出打工 或者是拘留 活动的区域 也仅限于山区 难民是泰国政府 给他们的身份 你的难民证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啊 难民证呢 都看巧 哎呀 二十五岁 辗转 从缅甸 逃过来的李老旺 还算幸运 没有因为战争啊 成为残疾 只是难民的身份啊 让他只能在山区流串 住到收容所 至少还能有饭吃 有地方遮风避雨 就全境 身份证一样 哇 钥匙随身携带啊 嗯 没有 戒进去 为什么把他锁起来 锁了 不是我们 一副大师呢 旺叔你一个人怎么这么多床备子 这人家发个 你还发的就留着 嗯 这些东西 这个是 那国民学 如果呢 老手艺啊 手艺 手那些 这个是 十色 被办公室用 把他装了 放在那边一整 这个就给他床 嗯 嗯 要先准备寿衣啊 要先准备寿衣啊 寿衣啊 哦 就隔壁 因为老婆 准备自己 走了以后 要给他穿的 他那边已经先买好 等他 晚生的那一天 就拿这个 去穿给他 这样子 已经做好准备的 住进来 就是一辈子 最珍贵的家当 就是这几床 别人捐赠的棉被 但是啊 李老旺很坚持 衣柜要上锁 钥匙要随身带着 因为啊 这是他最值钱的东西了 孤独的声音 有时候啊 一坐就是一下午 唯一期待的 只有每个月 老朋友们来访的 这一天 啊 的 的 我 �� 用歌声 用双手 希望能让爷爷们感受到 难得的温暖 这样爱的关怀 已经持续了13年 也让孩子们有了 意想不到的收获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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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接下来 你接下来 你需要吗 因为我认为 我会接下来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您就会让您 在书上来 吃了什么 要做什么 所以对 这个地方 吗 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知道 有人在等我们 有一群人坐在那边等我们 直到说我们这一天 就是说不能去哪里 一定要来完成 就是好像是一种责任跟工作 必须要去完成 因为要表演 孩子们无形中多了舞台 也多了掌声 有的孩子 则是因为帮忙出工 学会了简单的处义 这些都不是课堂上学得到的 他们在第一天 我以前是想说 他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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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 为什么他们必须做的 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来几次看,我们会想看,他们不是我们的家人, 但是他们必须得得到他们的身份, 因为他们没有人看来, 但仍然不太好, 如果我们有机会给他们的幸福, 我们认为他们在家里也会有幸福 我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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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陪伴的時間有限 但李老旺知道 他們下個月還會再來 他會坐在這裡 等待著孩子們出現 就像這道陽光一樣 溫暖一直不顧候 喜歡他們來嗎 喜歡 喜歡 對 為什麼 為什麼喜歡他們來 這麼來發起台語 人那麼喜歡 會期待他們每個月來嗎 每個月來 每個月來 對 開心嗎 開心的 喜歡的 他喜歡嗎 喜歡的 喜歡 他喜歡什麼 就是 大家很熱鬧 看到老伯伯 開心又期待了眼神 難怪大家 每個月都想要去設計不同的活動 而孩子們 也是透過這些活動 學會了煮飯 剪頭髮 按摩跟唱歌 而真莉 也是這樣磨練出他剪頭髮的技術 但是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以前的真莉 根本沒有去過養老院 更不用說去過像熱嘴堂這樣荒涼的地方 他們的家住在曼谷熱鬧的市區 經濟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他就讀的學校還是當地的貴族小學 在家裡面就像個小公主一樣要什麼有什麼 可是就在真莉上五年級的時候 爸爸突然把他轉學到距離家裡面 十二個小時車程的青麥山區 而且還讓他住在學校附近的宿舍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啊 真莉是不是有什麼祕密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 清晨五點半 一片漆黑中 王真莉已經起床慣洗 因為啊 這裡住了六個孩子 只有兩間浴室 他得要提早起床 還要幫忙準備早餐 晚童和真莉的家都在曼谷 兩個人曾經念過同一所小學 後來啊 先後轉學到清麥慈笑舊讀 成了室友 相似的背景啊 讓他們兩個人啊 特別相知相惜意 簡單的炒菜 難不倒真莉和婉童 四年來 他們已經學會了獨立生活 只要啊 自己能做的事 盡量不假手他人 不過啊 有的孩子啊 就得靠老師幫忙囉 為什麼 妳要自己幫忙啊 為什麼 妳要自己幫忙啊 妳要自己幫忙啊 什麼事 只有這個 其他都會自己 想要自己幫忙 她是林和婉老師 也是啊 清麥慈笑 第一年級的老師 由於啊 學校沒有學生宿舍 幾年前啊 她接受真莉爸爸的委託 照顧這些啊 外地孩子的生活 沒有小孩的她啊 一下子 成了六個孩子的家長 幸好這些孩子啊 幾乎不用老師操心 因為啊 學校很重視生活禮儀 小從頭髮衣著 行為舉止 大到待人處事 孩子們啊 都很有規矩 雖然啊 和婉老師覺得他們啊 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啊 我們不是在家裡 我們不會這樣 但是我們不在家裡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 但是我會想要 對於家裡 我們就不會這樣 我們才能讓我們 讓我們來 先讓我們走 讓我們走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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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家裡 家裡 我們在家裡 如果有客人 走路 有客人 就不會走路 就不會走路 所以我們有客人 怎麼會走路 吃飯、整理服裝儀容 雖然只是國中的孩子 卻很自動自發 只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 賴床的男孩是甄莉的哥哥 已經國三的他 最讓荷丸老師頭痛了 幸好孩子們住在一起 也學會了互相幫忙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裡是他們共同守護的另一個家 小學五年級時 正麗從熱鬧的首都曼谷 轉學到清邁慈祥 為了學好品德 像他這樣離鄉背景 逆向從市區轉學到山區來的孩子 越來越多 小學校在國三的中學 中學校在國三的中學 中學校有很多 但是學校在國三的中學 我沒有在家中學校 有所感受的 而且現在的學校 在國三的中學 是國三的中學 學校的中學 所以我沒有在家中學 中文文字幕志愿者合作 为了感谢平日辛劳的父亲 今年的父亲节 清迈慈笑的学生 邀请了自己的父亲 来到学校参与活动 胜利的爸爸 也特别从曼谷赶了过来 即使经过 12小时的车程奔波 珍丽的爸爸也不觉得累 从小到大 每个重要的日子 爸爸都会陪在珍丽的身旁 从来没有缺席过 一直以来 爸爸总是给珍丽最好的 而珍丽却从来没有好好擦拭过这一双 抚育她的手 以及终年为她奔波的双脚 在身旁的肌内 在以前我们对我们的肌肉 做什么 当我发现 我发现 老婆说 我的肌肉 有没有确定 我没有确定 我不能确定 但我们的肌肉 给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 我们会受伏 我发现 我们的肌肉 希望你能發生的事 讓爸爸知道 當年忍痛分開的選擇 是值得的 因為教育會影響 珍麗一輩子 我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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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緊的擁抱 传达了最深刻的爱与感谢 这一刻啊 珍丽和爸爸知道 他们已经找到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了 能够有机会像珍丽一样 帮爸爸洗手擦脚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和他说一声谢谢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小朋友不要害羞 你也可以给爸爸一个 很大的拥抱和感谢 让爸爸知道你对他的关心 好啦 下回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